目前综合起来来看的话 市场一方面很疯狂 炒作很凶狠 流动性很宽松 投资者比较敢作为 体现在成交量上面 另一方面就是 炒作稍显过度 调整的板块越来越多 同时弱势的板块并没有完全起稳 最近就本周出现了 跌了多的板块出现抵抗 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 前两天的时候有过一次 分隔在盘中的一个对抗 今天开盘的时候 房地产板块出现了一个领涨 出现反弹 当然没那么容易就转强 但是它有利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市场现在盘面上面 已经足够混乱 投资机会已经变得 不是那么清晰容易把握 而且强势的板块 也用含巨大的一个风险 这是在这个阶段里头 是场内是出现的一个需求 需要和可能 我觉得这是转强的一个理由 第二一个就是 对于房地产板块来讲 它需要有人接干而起 一种是类似于万科这种的接干而起 咱们利用的是它基本面优秀 公认的优秀 然后呢气温会升 这是一种带动 但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也需要那些个体的事件 来产生的这个打第一枪 这么一个效果 那昨天晚上呢 保利 保利呢 这个多少是有这么一个意思 虽然力度呢 比较小 确实是力度比较小 包括保利的增持 规模太小了 规模太小了 但他好在说我做了 我先买了50万股 对吧 不跟你说我已经做了 50万股 后面呢 我还有增持 那保利呢 可以增持的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一个呢 他是高管 也合作 一起增持 这个量更少 对吧 800万到1500万 合在一起 有人开玩笑 讲还不够 住家边上买套房子了 对吧 保利呢 在广州还是有 有那么一些著名的楼盘 那楼价之贵呢 在广州也是排在前面的 1500万买一套房子 不够的 那保利的高管 以董事长赖队 新任董事长赖队 这个量确实有点小 但是呢 量小没关系 他关键是做了 你也不能说他后面 没有后续动作 对吧 因为保利呢 他还有一个资深的一个情况 就是刚刚换了董事长 第二一个呢 保利呢 他是有个兄弟公司 叫保利自业 保利自业 保利自业呢 跟保利地产呢 相比规模差很多 但级别一样 级别一样 应该都是一个听级单位 正听级单位 所以人家不愿意被兼并 这就是体制内的问题 企业的高管呢 他可以收入少点 那没关系 对吧 这个你说是五十万年星 八十万年星都好说 但是级别这东西不好说 那人家中生鼓励不就为了这个级别吗 对吧 他一阵听级 这么一个单位 你要合并他 刺激到很多很多这个干部的一个利益 所以之前呢 一直他是需要合并的 因为他存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呢 是证监会呢 卡得很严的 这个问题 那他上一次的整合就没有整合成功 没有整合成功 那这一次呢 这个新任董事长呢 他多少是有这个压力 或者说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不是来干一天两天 他干下去的一个前提 就是要把公司内部 还有兄弟公司之间的关系呢 要处理好 第二一个呢 如果能够完成对保利置业 保利置业 对 他的一个兼并的话呢 他有很大的把握 超过融创 就以去年的规模来讲 保利只要合并了保利置业 他就超过融创 去年 去年的两家合在一起 他就可以超过融创 那就是第四 那如果说某大再往下 往下滑一滑 那他就可以实现了 长期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成为地产行业的前范 这是他的一个 资资以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如果说他能够完成 这个兼并整合的话呢 也会使得公司内部的 在发展上面 更为顺畅 因为以前呢 为了应对监管的要求 你确实存在同一竞争的问题 所以呢 保利的做法呢 是我们内部不重叠 不重叠呢 这个开发 就是保利进去的 保利地产进去的地方 保利置业呢 就不能进去 保利置业进去的地方 保利地产呢 就不能进去 以前交叉的一些地方呢 就尽可能收缩 尽可能收缩 就这么一个干法 所以保利地产呢 成为广州网 但是呢 保利地产呢 是没有能够进入深圳的 因为深圳是保利置业的地方 这很奇怪 这很奇怪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呢 保利呢 是存在了整合的可能性 整合以后呢 它的排名靠前 然后呢 从财务的角度来讲 一个是股市便宜 一个是三道红线呢 它都没有碰 另外呢 央企 典型的央企大哥 他有很多资源 可以放进去 所以呢 保利呢 还是有它这个 特定的投资价值的 再加上呢 目前这次呢 跌的实在也太没话 卡了 太凶了 它是远远的 跌破了它的净资产 远远的跌破了净资产 所以呢 它也存在了 通过净资产的这个 这个 破净资产这个角度 去做一些回购等等 它的操作空间很大 母公司的增词 然后呢 高管的增词 然后呢 整合 还有呢 就是回购 多重回购 都是存在的 这个操作的空间 但有时候呢 我们看企业的 博杀呢 博弈呢 它是会做计划 也会等机会 同时呢 中国人会示弱 对吧 我们的兵法 一再教导我们说 哎 示弱啊 才能够 这个 出席不一 啊 啊